2023运动产业博览会 于松山文创园区盛大开展 本届以现实动态为主题 推出光耀世界 即刻登场 产业动态等三大展区 除了展示 今年我国运动好手 在国际赛场的好成绩 还有运动科技的蓬勃发展之外 最大的不同 就是透过镜头下的世界 来展现女力爆发之美 其实我们台湾的运动产业博览会 是非常精彩的 透过这样的活动 就可以让我们国人知道说 从不同的方面去认识运动 然后去喜欢运动 所以除了以往就开始着重的 这个运动科技的部分 现在还有特别专注在 投入在这个女性运动部分 而且大家球迷也都知道 其实在国际上 我们女性运动员 还有多排的比例都不亚于男性 那只是说传统上来说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 所以也非常感谢 这支体育署 特别以女性运动为主题 本这也是回应到 这个国际奥会 性贫的政策之外 也让国人 多加的认识女性运动 它的广度 还有促进我们的参与度 近年来性别意识抬头 运动场上已不再充斥着 阳刚之气 但场边的视角 仍是相当的不平衡 因此好事协会 透过举办女性 在体坛国际摄影大赛 由两性共同参与 呈现出不同的世界 鼓励更多人 看见运动中的女性跟性别 也获得国际上的热烈回响 虽然国际政策是50-50 让女性运动员 达到50%的比例 但是教练 裁判 记录 相关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们 其实比率是偏低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天看见的体育 跟运动的新闻 就是从男生的眼睛看见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是提高 女性体育记者的比例 还有女性摄影师的比例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获得国际相当多的支持 第一届 我们居然就已经获得 52个国家的参赛者的参与 那收到1300多件 那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光荣的 因为难得台湾办一个活动 会有52个国家参与 那也谢谢这位 这些评审的协助 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军 透过资深勇闯台湾棒谈的经验 以及对于女性运动的支持 不只获得国际奥会 以及联合国妇女署的奖项肯定 也期待藉由这样的机会 不只为女性 也为台湾运动 在国际外交上尽一份心力 当时的主席莫建先生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要鼓励我 恭喜我而已 结果他是告诉我说 台湾外交处境很困难 那女性运动也是一个国际上 非常重要的议题 这两个议题你身上都有 那你要不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 那我当然知道这样的议题是不在 当时的台湾我相信 比较不容易被看见 然后募款上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运动 好事协会的伙伴 不只是女性运动 以及性贫教育 好事协会 同时也将这两项做结合 期盼用运动的力量 让世界看见台湾 让我们的成果 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 希望让世界看见台湾 不只是我们什么台积电 医疗等等 我们的运动也很棒 然后跟世界交朋友 所以这次也非常开心 这个运动博览会的呈现 因为在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台湾各种多样貌 跟多元的体育的运动的成果 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然后也让台湾的这些运动的成果 分享给其他的国家